一日早又中秋佳节 是饮家宴已闭 乃又另聚一席于书房 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家与村 请 月在独中求善家 柴鱼连诺云待诗飞 试饮更起爱才之心 封五十两白云并两套冬衣柱与村 待十九日黄道之期 即可买州西上 交了三金 二人方散 次日 珍世尹一遇再写两封剑书 于宇村待至神都 不想贾宇村一遇五谷进京去了 留下一言 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 不急面词 买州西上大展雄徒去了 试饮听了也值得罢了 读书人不在此 读书人不在乎 读书人不在乎 非我 再读书人不在乎 这读书人不在乎 儿 不过偶印前人之据 怎敢狂歹至此 老先生何幸到此 今天是中秋 俗称团圆节 与村兄屡济僧房 当不无气寥之感 弟当裴兄 小酌起飞 请 请 请 来 义三兄 请 好 好 逢此良辰 与村兄 必有好诗 十逢三五便团圆 满把琴光护玉兰 天上一轮才捧出 人间万幸 仰头看 好诗 我早就说你不是九居人下之人 方才所淫之据 飞腾之兆已现 不久即可青云直上 可贺 可贺 来 请 快点 不是万生酒后狂言 若论时尚之学 万生也可以去充数孤明 可是眼下行囊路肺一概无措 神经路远 靠卖字转文 老兄何不早说 我可早就有此心意了 只是老兄从未提起 所以不敢唐突 今天既然提起 鱼随不裁 这一立二字 我还是懂得的 明年正当大笔 老兄还是尽快入都 春为一战明灯龙榜 方不复兄平生之所学 这是五十两文银和两套冬衣 本月十九日是黄道吉日 兄可买船西上 待雄妃高举明东再见的时候 老兄 岂不是大快之势 多谢 贾先生 挑个好日子走不行吗 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 总以势力为要 对了 你转告真老先生 来不及念词了 回吧